那最后我还是今天 我们高雄市有一个 这个对于施打的政策 我今天也请到我们周产 周产齐医学会的 我们詹德富詹教授 他也是本身是我们高医的 妇产科的专科的医师 我们今天要来说明 我们高雄市对于 怀孕妇女施打的策略 好 谢谢市长 还有各位市民大家好 我想孕妇得到 所谓的新冠肺炎 他容易并发重症 需要插管 然后再加护治疗 甚至死亡的风险 都会比较高 那也同时 他也比较容易合并 早产还有食产的一个发生 所以在施打疫苗 是有他的必要性 那在国际的 对于孕妇施打疫苗以后 最后的追踪可以发现 施打疫苗后可以大量的减少 孕妇的重症及死亡的状况 那在于流产以及骑行 还有早产的发生 跟一般的孕妇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 因此在一个流行区域或者是流行期的期间 在于第一线的接触者 那有可能接触的状况之下 都会建议做施打 那要打AZ疫苗还是要打所谓的MRN的疫苗 那目前两者在使用上 在追踪看起来两者都相当的安全 那但是MRN的疫苗 就所谓的莫德纳疫苗 那他因为的使用经验是比较多 所以部分的国家就建议能够优先考虑采用莫德纳疫苗的注射 那我们高雄市也配合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在我们现在在施打的时候 就是一到五类的孕妇 一到五类的孕妇都可以选择莫德纳疫苗的一个治疗 那在6月23日以后 我们扩大到所有的孕妇都可以来登记 接受莫德纳疫苗的注射 那这个流程大概就是会请你 在跟产检的妇产科医师进行评估以后做造册 那可以到指定的医疗院所 跟所有的接种站来接受莫德纳疫苗的注射 那也是希望说借由这个政策能够让我们的疫苗施打率升高 也让我们的孕妈妈们都能够健康快乐平安的生下你 心爱的小宝宝 以上谢谢 谢谢 谢谢张秘书长 张医师 我简单订阅一下 这个莫德纳疫苗原来是一到三类 这个医护同仁 这个可以施打一到或者是防疫人员 但我们高雄市其实超前部署 我们的AZ其实打得非常快 所以我们的AZ疫苗包括我们的医事人员已经打了99% 还有我们的这个长照机构工作人员 也几乎在这个打到96% 那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就开放一到五类 原来是打到三类的医护的怀孕的同仁 以及医事人员的这个施打 那我们算一算还有一些余儿 所以我们就开放到第五类的怀孕的妇女 就可以来施打 但是怀孕妇女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小心 因为有宝宝 所以要把她顾好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 假如真的怀孕妇女要施打 成熟刚刚张秘书长所提到的 最好最好 能够再经过妇产科的医师来进行评估 所以我们今天也会跟所有的医师公会 还有我们的妇产科的医疗院所 跟我们23家的专责医院 那我们会把这个流程把它做好 那原则上我们真的是希望说 你能够先由医师 譬如说有超音波 来观察一下我们小朋友的状况怎么样 那还有她的血压 还有其他的这些怀孕之间的这个状态 由医师来评估说 是不是可以施打疫苗 那这个可能要会花一点时间 包括在这个产检的这个部分 先把它做好 然后再来看 有一些的医疗院所可以施打疫苗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跟 这个妇产科的诊所医院 我们来联系 我们也会协调好 这个请大家放心 然后用预约施打的方式 每一个每一个我们都把它打好 那这个比较跟一般的群众 在施打疫苗会比较不一样 所以这个还是 我们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更严谨的一个程序 让我们的每一个妈妈都能够 能够在这个时间 那最快最快 在6月23号 但是之间因为我们还有 在还要有一点时间来作业 假如说在下个礼拜一开始 也许是一个最好的时间 那这段时间 那假如要施打这个莫德纳疫苗的 那我就请大家在这个礼拜 那可以先到妇产科诊所来询问 医师说 到底要不要这个施打疫苗 那他我想这个部分 假如说今天开始 我们最快在6月23号 那我们就可以来对我们孕妇 来做施打疫苗的动作 大概最快在6月23号 那就可以开始来做